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说如果这里面有N个particle的话 那换句话说 这个容器里面单位体积有N个particle 这N个particle 我们把它叫做NV好了 那它就是等于L的三次方分之N 所以我们的total pressure 这个L三次方的部分改成是NV除以N 这一项 你把每一个VX平方 然后除以N 是不是就是等于它的平均值 换句话说 我们就可以把这一项直接写成NV V的平方的平均值 这个V是X方向 这是我们的total pressure的部分 对一个particle来讲 我们刚刚已经讲它的速度是三个方向的 然后它是Rondon的 所以你可以知道 我对一个particle的速度 VR的平方的平均值 其实就是什么 VX平方加VY平方 加VZ平方的平均值 对不对 那VX跟VY跟VZ三个方向 并没有偏好哪个方向 因为它是Rondon的 所以理论上面 你就是VX的平方的平均值 要等于VY平方的平均值 要等于VZ平方的平均值 那你看到 这三个都一样 那你把它加进去以后 我们说 VX 这个V平方的平均值 基本上面 就是三倍的VX平方的平均值 也因为这样子的部分 我就可以把这个部分 这个物理量呢 就代成 MV 然后三分之一的V平方的平均值 那你已经知道 这个是这个结果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之前 换句话说 我先把这个写一下好了 换句话说 我的Total Pressure 是等于三分之一 MV MV V平方的平均值 那MV呢 就是Density 这个是什么 单位体积里有多少的particle 对不对 乘上它的Math 那是不是 MV 就是单位体积里面 就是我们的Density 那也就是等于三分之一的Role V平方 没有问题 可以 你现在慢慢看到了 这是我们 这个 从围观的物理量 已经慢慢变聚观的物理量 这也是聚观的物理量 那这个东西还不是聚观的物理量 那我们要把V平方跟聚观的物理量 来把它做一个连接 我们来看一下 我说PV等于NRT 这个是我们已经知道了 然后我们把PV等于NRT呢 这个部分呢 我说PTotal 这个我把它卷写好了 就是PT好了 PT呢 然后乘上Valent 就等于三分之一Role V V平方的平均值 为什么 我希望这样子讲 其实就是希望跟 机关里面的PV等NRT 做一个连接了 OK 那这个呢 我再把它写一下 三分之一 我不要把它放进来 这个就变成是 MV 然后VV平方的平均值 现在这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MV平方的平均值 放进来 M已经放进来了 那N的部分呢 是墨 那这里面 N的墨数 我说Role 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 是等于 M的NV 那你怎么把它放进来 这个就变成三分之二 然后 这个已经被提出来了 V有了NV 三分之二 NVV OK 没有问题了 那你现在你把它 稍微的这个整理一下 好了 我说PV等NRT 等一下 算句话说 这一项N的部分 这两个要把它连接起来 NV的话呢 是单位体积的 有多少个particle 那你要把它除上一个亚佛加决常数 所以我们换到的三分之二 二分之一 我把分子量引进来 我说PV Role V 是等于 Density乘上V的话 是等于Total的Math 这个TotalMath呢 基本上面 这个是单位体积里面 有多少的particle 那乘上M 就是你的TotalMath 所以我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 这个就等于三分之二 V分之 Total的Math 然后乘上V 再乘上 二分之一的V平方 那M消掉 换句话说 二分之一 MTotalMath 乘上V bar的平方 V平方 bar 这个呢 N的部分把它放进来 我看我少了一个什么东西 这边T的部分是等于 OK 我把M放进去 这边的M 是等于 MN也就等于 二分之一的M N已经有了 R的部分 那边的R 我去一下 它是等于 二分之三的RT 我把它放进来 比较一下 N已经有了 OK 所以我们看到 二分之一的M V平方 是不是就等于 二分之三的RT 这两个比较 那这个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什么是温度 温度跟什么有关 温度跟这个M 是分子量 那你现在看到 温度是跟什么有关 温度是跟 所有的 你是什么分子 它的分子量 跟你的速度的Lumen Square 这个Square的Luke 就是你速度的平均值 那有关系 那这个物理量 换句话讲 我现在我这个整个Total的气体 它所表现出来的温度 是跟我里面的Particle 每一个Particle 它的速度的平方的平均值有关系 跟它的直心都没关系 是每一个Particle的速度的平方的平均值 那这个呢 就是跟它的内能有关系的 如果我把这个Particle移动 整个气体的箱子移动的话 从A移动到B 你可以看到这个是直心的话 这是Central mass 移到这里来 这样子会不会改变它的温度 不会 对不对 因为Particle 它本身的V的平方并没有改变 你从这里移到这里来 只是什么 它的直心的动能改变 那这个整个的动能不是直心的动能 这样了解吗 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动能是什么 是每个Particle 它的速度的平方的平均值的部分 所以你虽然把整个气体的Valent 从A移到V点 你移动的是什么 它的直心移动了 但是并不改变 它的气体的Internal的Centical energy 那这个是它跟它的温度有关系 这样了解了吧 所以 我说 这是Total的Translation energy 这个Translation energy呢 我应该讲 是Molecular 它是跟温度T成比例的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这个是你的分子量的部分 分子量的部分就是 我说分子量就是你所有的一个亚弗加结常数乘上你每一个Particle的质量 OK 那是单一个分子的质量 单一个Molecular的质量 那现在你看到的就是二分之一的N0M乘上V平方平均值是等于二分之三的RT 那R呢 实际上就是N0乘上K K就是我们所谓的Postman constant 所以我们平常我们除了这样的写法以外 我们还会写成二分之一N平方8就等于二分之三的KT K我们平常因为它是Postman constant 我们底下给一个index就是B 这就是代表一个Molecular 它的平均动能是等于二分之三KBT 这也是我们所谓的气体动力论里面分子的动能的最重要的关系 它是跟温度成比例的 那换句话说 不同的FaS的东西的话 那它在同样的温度之下 在同样的温度之下的部分 那你的Mas N1比N2 应该就会等于V1平方比V2平方的这个平均值 所以我们说常常你要分离M1跟M2 你只要把它的这个平均的速度分离的部分 譬如说U235跟U238 这两个Mas是不同 它的平均速度就不同了 所以你很容易就可以利用它的平均速度 然后去分离它 那纤结条件是你把U变成气体的情况之下 那来使用气体的动力论才可能的部分 这是我们在使用上面 你也可以看到的 那这是我们的平均的这个气体分子的动能 我说我已经知道 每一个气体分子它的动能是这么多了 那你也知道 这里面有N个气体的分子 所以你把N个气体的分子 每一个的气体分子 它的动能 平均动能 把它全部加起来 这个就是你的total的能量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internal energy OK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internal energy 那换句话说 你把它加起来的结果 就是2分之3 N乘上kBt 那这个呢 你把N的部分 N个particle的部分 那N个particle 就等于NRT N个particle可以表示成 N乘上NB就是N乘上R的部分 那换句话说 你现在我们平常 我们在讲internal energy的部分 就是2分之3 NRT 现在你更进一步的知道 从机关的温度 跟围观的能量 它们之间的关联系 那测量温度 其实就是在测量 你的系统 你的internal energy OK 这是我们看到的 那你已经知道 能量跟internal energy 之间的关系了 那我们在之前讲的比热 那我们在这里面 再进一步的 我说比热的部分 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定压 一个是定容 那定压的部分 换句话说 比热是什么 随着温度 它的热量的改变 那我说 我希望测量的是 磨的比热的部分 那我们就把它除上磨数 那你除上以后的话呢 就是每磨的气体分子 在压力一定的时候 它上升的 它所需要收收的热量 这个就是定压的比热的部分 那换句话说 你的PV图 PV图的部分 整个PV等NRT 这是如果是idea gas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不同的温度底下 那你的PV等NRT的这个图 是不一样的 这是温度T到T加的heta T 那所谓定压比热 是什么情况呢 定压比热就是压力一定啊 压力一定的部分 我们说压力一定 那pressure是constant的情况之下 温度上升 它就从A到B点 那你所测量出来 整个的energy变化 那这个就是你的定压比热的过程 那也可以你是用定容来续算 我说这是什么 这一样的是 温度变化的时候 它的热量变化 那你因为你要去测量的是mol 所以我们把它除mol分之一 它的计算的话呢 就是从定容的观点 那压力一定的情况 那个mol一定的情况之下 那温度上升 从A点到C点 那这个是A点到 上面的是A点到B点 那你这两个 所测量出来的东西 你可以从PV图上面 看出来就是它应该有所不同 那它的不同到底到哪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现在我们看 我说DataU是等于Q净W 这是我们之前已经知道 那我这个Q净PdV 这是我们的W的值 就等于DQ 这是微分四十 那从这个微分四十里面的话呢 我的CV 是等于N分之一的DUDT 那我们可以看到 N分之一 你把这边的全部把它改变一下 我们看到的是DQ净掉PdVdT 假设你的V是Constant的情况之下 我们这一项就是等于0 所以基本上面 我应该这样写好了 我说N分之一 先把它写出来 那我们在V是等于Constant的情况之下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是等于0 这个是等于它的 N分之一的DUDT 是等于N分之一的DQDT 那这个呢 基本上面V是Constant的情况之下 你所测量 就是CV 所以我们看到CV 其实就是N分之一DUDT的部分 那我们也可以把CV 就直接写成N分之一DU 那你把它带进去 DU就等于NCV乘上DT 然后DQ等于N DQ是等于NCPDT 然后减掉PdV 那PV又等于NRT 那你可以把这个关系是 P是等于Constant 我们看P是等于NRT的部分 我把它带进来 P等于Constant的时候 那这个PdV就等于NRT 把它带进来 这项就变成是减NRT 你看到NCVDT 就等于NCPDT 所以DT通通通消掉 N也通通消掉 你看到了一个 CV跟CP跟R之间的关系 就变成是CV是等于CP-R 这个就是这两个之间 它其实有差 差了多少 差了R 所以我们在测量比热的时候 对气体而言 你是电容底下测量 或电压底下测量 它是不同的 它差了多少 差了气体常数R值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推论 那这个推论的部分的话呢 是我们常常把它拿来 作为我们的 这个你在实验上面测的时候 我们平常写的话 都是写成CP-CV CP-CV是等于R 所以定压的时候的比热 是比定容时候的比热来大 大多少大R 这个有没有问题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那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把 CP-CV是等于R 我们来把它测一下 看一下 我说CP的部分 已经是N分之一的QDT 那CV的部分呢 刚刚我们已经知道N分之一的DQDT 就等于N分之一的DUDT 那我们又知道U 刚 U的值 已经插掉 U在这边 Total的U 在这边 OK U是等于2分之3NRT 所以你马上可以知道 N分之一DDT 这是2分之3的NRT 所以微分一下 NN消掉 这是对于一个 Idea Gain 已经知道CP是等于 CP是等于2分之3R 然后CP呢 CP就等于CP加R 所以它是等于2分之5 你马上就知道 气体 对于理想气体来讲 那 其实你的比热固定住了 那这个值是等于多少 你如果把它乘一下 2分之5的部分的话 我把它乘出来 4.97 所以你看到这个值啊 我们在上一堂课讲到是什么 讲到说 我们的比热 随着温度 它是接近6个 per more per度K 对不对 这很早以前 这是金属的比热的情况 那你现在你看到的 以气体来讲 它其实是4.97 跟6 还差了一点点的情况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结果啊 其实它只能用在单分子的气体 那用在单分子的气体的时候呢 就是理想气体里面的 海南亚克三冬 这些都是属于单分子的气体的部分 是比较接近理想气体的状况 那这是我们在看到这个整个比热的情况 如果同学有带课本的话 课本有一个表 它有双颜值跟单颜值的CV的部分 那个606月 606月的部分的话呢 你就可以看到table21.2的部分 它把这个 海南亚克 这个CP跟CV的值 它一减出来以后 大概是一个 差不多是8.3多的部分 那这是一个R的部分 再来的话 如果是双颜值分子跟多颜值的气体的时候 那个R值就已经一直到8.33到9点多都有 那亥氧是8.33是比较属于接近我们的这个值的部分 是理想气体的一个动力论所得到的一个结果 那在这边还有一个值是伽玛值 伽玛值的话 是我们的CP-C 比上CV的底值 那这个γ值 你在21.2 这个table里面的话 你看到单颜值的分子的部分 它大概是1.67 这γ值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好用处呢 我说啊 一个理想气体 那在进行结肋过程 那进行结肋过程的话呢 它会是遵守的是PVγ 为什么它会遵守这个PVγ 是等于Constant的 那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我们在之前热力学第一定理 就已经是DQ-DW 那DU CV的话 是等于N分之一 DQ DT 那在VolenceConstant的时候 就是等DU DT 那换句话说 你可以把我们的DU的部分 你可以把它写成 DU的部分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NCV DT 因为我们所进行的是一个结肋过程 所以DQ是等于DU 那换句话说 你现在你的NCV DT 其实就是等于P 因为你的DW 是等于PV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我们看到 DT啊 我就可以把它写成 这边有一个负号 负的NCV 负P DV 这已经我们已经知道 那对ideal gas 对ideal gas的部分的话呢 PV是等于NRT啊 所以你把它为分 P 加上V P 就等于NR 不管你压力体积改变的时候 跟温度改变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 那你就 我们已经知道DT的部分 这就等于NR 这就等于NR DV 加上VD 那这两个东西要把它合并起来一起 DT的部分 合并起来一起探讨 你会看到 NN把它消掉 所以你马上看到的是 负的CV分之P DV 是等于NR分之 PDV 加上VDV 然后再把它移上一下 我们说 负的P R DV DV把它 提出来 加CV 然后DV 就等于CV的VDP OK 那刚刚我们已经看到 CP 减CV是等于 所以你这一项 R加CV就等于 所以 换句话说 我的负P CP DV 就等于VCV 那我们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我们就是 V分之 DV 把它移向过来 然后乘上 CP 加上 CV P分之 DV 刚刚已经 说我们的Gamma 这个定义 就是 CP比CV的 比值 Gamma的定义是 CP比CV的比值 所以 所以我把它进一步写出来 就是 P分之 DV 再加上 CP比CV DV DV 这是等于0 那这个我就直接用Gamma来表示 负的Gamma DV 两边起积分 这个就是P LogP 那这个呢 就是负的Gamma LogV 所以PV Gamma 它是等于Constant 换句话说 这个你已经是通识了 我们已经证明给你看 在绝热过程当中的理想气体 PV Gamma要等于Constant 那在理想气体当中 如果是 等温过程呢 PV就要等 这两个是不一样哦 所以热力学的话 有非常多的条件 你不要弄错了 因为PV等于NRT啊 那T等于Constant PV是Constant 那在绝热过程的话 是PV Gamma 要等于Constant OK 所以 我们从在这里面 我把这个图画出来 如果你注意的看 你的PV图的话 那PV等于Constant 就是 P跟V是 那这个是 等温过程 那如果我是绝热过程呢 我这条 同样的情况 如果是绝热的话 那你就可以看到 你的温度 是会改变的 那这个呢 就是 在两个 等温过程当中 它会从T1 这是T2的温度 这是T1的温度 从这个绝热就慢慢的温度会改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T2是大于T1的情况之下 然后整个绝热过程的部分 我如果把它画成黄色的 这是绝热过程 所以 PV图上面 你要看你是等温过程 或是绝热过程的话 你要很小心 那我们刚刚也看到了 这边的绝热过程 定容跟定压的部分 在这个等温过程当中 跟定压 定压过程跟定容过程 的情况 那这个是定温过程跟结热过程的情况